完之後的話,各位可以在雲端上 我剛剛也花了一點時間 我乾脆就把那個 完成的裡面有一個 應該上一頁吧 這邊有一個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這邊你把它彈出來 也就如果有些同學做出來 你可以比對一下你的程式碼 是不是長這樣子 下面這個地方 如果你長這樣子,那恭喜你就是對的 那怎麼看?其實基本上就是 在這一個 在它的這個 左邊的部分 一定是這樣的結構 那我剛剛一看就知道 同學錯在哪裡了 為什麼?它一定是一個DIV 它的Data Law一定是NetBar 所以它一定有一個頭一個尾 所以它一定是一層對的 這個頭在這裡,尾巴在這裡 那UL 到UL是項目清單的頭尾 裡面的項目是LI 裡面有超連結 就是超連結到哪裡 超連結到哪裡 所以它結構其實非常的清楚 不過我想你們左邊應該會看得比較辛苦 不過看久了之後大部分都看左邊 那工具只是說提供你一個比較好的設計模式 所以我再把那個剛剛的重點 我再做一次給各位看 快速的做一次給各位看 原來沒有對不對? 請記住第一個動作 我剛剛發現同學第一個動作做錯了 一,請你在圖的右邊 右邊的地方 然後插入一個DIV 按確定對不對 確定之後的話 把標籤這邊改 找到那個Data Law 改成什麼呢? 改成NetBar 不要選錯了 NetBar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Data Law也會改成NetBar 然後再來你把那個 有三個項目複製一下 或者是說你自己打上去 把這個地方蓋過去 貼上 然後把這個地方 選取之後 下面有項目清單 項目那個清單 然後把它改成項目清單 因為它的後面沒有增加項目清單 再來把它加什麼? 加那個超連結嘛 所以請什麼? Patch 1 那我習慣是把它複製一下 那這邊的話 再把它選起來 2 這邊的話呢 是3 好了 完成 及時一下 1 2 3 點擊 會有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做手的話 應該都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說 我們還需要做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再來就是上面的 小Icon 這個Icon 比如說這邊是有的Information 這個是一個新書 我給它一個Star 然後呢 認證課程這邊給它一個Google 就是一個表格 也就是上面會有那個小的Icon 那我要怎麼設定那個Icon 其實也非常簡單 這個Icon的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要增加一個Icon的話 請你在最新消息上面點一下 有不要放上去就可以了 注意一下標籤 檢視器裡面有一個叫做Data Icon的一個選項 這邊有一個Data Icon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最新消息上面增加一個Icon的意思 所以呢 你就有不要放最新消息 找到Data Icon iKaito嘛 所以你會發現它按照順序 是iKaito的 然後點擊下去的話呢 它裡面總共好像有17個Icon 預設有17個 其中有一個是Information 有沒有Info 這邊有一個Info 點擊下去 然後新書的話是一個Star 所以你找到Star 找到一個Star 最下面這個Star 然後呢 認證課程是一個Gree 所以你就找到一個Gree 一個圖表 這有沒有表格 Gree OK 好 那你想說這什麼對不對 如果你看不懂沒關係 我在雲端上面有一個圖 這個圖的話裡面就有沒有 這個圖 每個圖長這樣的 OK 還有一個Search 大概就這些 那因為呢 JK Mobile 目前這個版本呢 就只提供總共有17個圖 多的沒有 就這些而已 OK 暫時如果這些如果不夠的話 那將來你可能要想辦法去增加了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按個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Star Info Star Gree 就做上去了 所以第二個 如何增加那個什麼 我們上面的那個小Icon 這個叫Icon 這叫什麼 說圖 小圖 OK 小Icon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還要再變顏色 那要怎麼樣變顏色呢 特別注意 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一樣的動作 剛剛是這個Icon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變顏色的話 請注意一下 再切回即時 如果我今天最新消息 游標放上去 我要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那個 比如藍色好了 我看一下 我們最後那個 有一個小說圖 我們最後的畫面 你就知道那個最後的畫面 這邊有程式嗎 好了 黃色 這個應該是白色 黑白 然後這個是黃色 白色 然後是藍色 假設這三個顏色好了 OK 那我要怎麼設定 接下來 特別注意就是說 游標放在這上面 黃色怎麼做 特別注意 一樣找到那個 標籤檢視器 裡面的那個 一樣 JQuery Mobile 裡面的那個什麼 Data什麼呢 Data Theme 這個 這個主要是 設定它的那個 顏色的部分 底色的部分 不過 它的顏色其實很有限 怎麼說呢 它裡面基本上只有 A到Z 不過我印象中 只有A到E有效果而已 A到E有效果 F以後的話沒有效果 除非你以後自己去制定 否則的話沒有顏色 OK 那我們怎麼知道 哪個是哪個顏色 其實我印象中 我是把它背起來 這是黑 藍 銀 灰 黃 黑藍 銀 灰 黃 OK 所以如果要黃色的話 我就改成什麼 比如星數登場 黃色 一 那你想說顏色怎麼知道呢 其實很簡單嘛 即時一下 黃色就出來了 OK 如果你要去切換別的顏色 再即時的狀態 它也可以更改 所以你把它改成A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更新 黑色有沒有 然後呢 B的話是什麼 藍色 所以黑藍 再來應該是銀色 銀 銀色 就有點像白色 然後灰 灰色 OK 好像原色有點改了嘛 然後再來就黃色 所以黑 藍 銀 灰 黃 總共有五種原色 那你想說第六種原色有沒有 F 沒有 黑色的 後面好像都黑色 因為後面的都沒有製定 不過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這個是之前秀的 好像都一樣 因為後面都沒有製定 所以我要黃色那就E 好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呢 我切回到原來的 這個的話呢 我需要銀色的 所以 黑、藍、銀、C OK 這邊的話呢 把它改成什麼 藍色的話就 B OK 那把它及時一下 看到了 完成 OK 所以 黑、藍、銀、灰、黃 反正你自己記一下 這口訣也不難記 常用久了就習慣了 OK 好 所以特別注意 總共我剛剛做的動作 重點再回顧一下 因為這一次應該 分量少一些些了 第一個呢 請注意 點擊它 找那個Data Data icon Data icon Data icon 這邊這一個 就是我的icon 分別是Info 這個是Info Star Green 再來第二個顏色的話 是Data Sync 找這個 總共五個顏色 黑、藍、銀、灰、黃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所以兩個部分 如何去修改它的那個小圖示 小圖示 icon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變更它的顏色部分 好 好 好 謝謝